云碧 为什么 为什么你甚至不跟我输一声 就要离开 为什么你对我这么残忍 马总 我 怎么进来不敲门啊 太着急了 马总 酒店有规定在办公室里 不能喝红酒 那我明天就把规定改了 行吗 行 你打你用理 我打你用理 马总 你 你怎么了 你不舒服吗 没事 每次他头疼 都好像需要一个拥抱的样子 可是毕竟男女有别呀 他还是我老板 这会不会不太好 你干吗 你干吗 那 那什么 我听别人说 就是想家的时候 特别需要一个拥抱 还有就是 头疼的时候 好啊 谢谢你 我没什么事 我没什么事 对了 你找我什么事 一个好消息 一个坏消息 你那边 我拜托你不要用电视剧 万年不变的台词 跟我说话行不行 真没劲 说证证吧 俞秋白 昏倒住院了 这是坏消息 那好消息呢 俞秋白昏倒住院了 这两个不是同一个消息吗 当然不一样啊 你想 俞秋白昏倒住院了 再怎么说 他也是咱们酒店的客人 值得同情对不对 但是你再想 俞秋白昏倒住院了 也就是说 我们不用再担心 他在我们酒店自杀了 怎么样 算不算好消息啊 还行吧 什么叫还行啊 好了 算你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今天放你和杨丽个假 出去吧 王总 你这事儿吧 你要有事儿 反正这件事情呢 就先这样了 最后也是彭彭送他去的医院 也不知道去哪里的 行吧 那最好了 沈的马总一神一鬼 可不是吗 我先不跟你说了啊 我得给我爸拿药去 那你爸好点没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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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马总 我现在特别支持你的想法 也许余秀白这个人他真的想死 而且那个蓬蓬 可能根本就不是余秀白的小舅子了 你说艺术家就是艺术家 连刺个沙都仰望天空四十五度角 不服不行 你少说两句行不行 我才说了一句 你 余先生 你们要干什么 您别紧张 是这样的 我们这个天台晚上会有个宴会 所以需要提前准备 所以非常抱歉不能让您在这里 欣赏风景 我们为您准备了全套的水疗服务 都是免费的 您看可以吗 水疗 什么水疗 你们根本就不理解我 根本就不明白我的痛苦 我要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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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说句话 你不是让我少说两句吗 快 余先生 我认识你 你是不是也觉得死才是最大的解脱 我死了之后 我也不用每天困在房间里 面对那些废纸和颜料 是不是 是 没错 你说得太对了 相信 你死 你现在就去死了 我保证给你一百八十张连拍 让你三百六十度无死角 让你生是男人死是男神 放心 去吧 相信你 等等 等等 不过于秋白 我可提醒你 这你要是死了 你的话可就生止了 受益人是谁 受益人是你老婆金沙 但是很不巧的是 他们会拿着你的那笔钱 和你的助理 和你那所谓的小舅子 两人双足双飞去了 你说什么 为什么这么说 你凭什么这么说 这个世界上已经没人理解我 没人欣赏我了 你还要嘲笑我吗 你为什么这么做 为什么 你放开我啊你 好 我去死 抓住他 你死啊 你先跳下去 我告诉你 你先跳下去 摔死你 你 你不相信我敢跳下去 我还就真不行了 你不是跟我说吗 死要死得起锁 要死得漂亮 你现在跳下去 只会是一堂烂泥 就算上了新闻头版头条 也是面目全非的那种 你别说这些 我不想听 我不想听都不行 毕竟我是跟你一缘好一起死的 再说了 现在晴空万里 哪里适合跳楼啊 你要真想跳楼 你就得选个月黑风高之夜 才配合这张跳楼的气氛 你说对不对 对 对 你说得很有道理 你要不我 我有点快了 咱们吃点东西 好 我也正会儿子儿喝了 好 你